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開箱我去了兩日首爾的戰利品 雖然時間不是很多 然後我的購物肉也不是很旺盛 不會是一條很澎湃的影片 但如果你想知道最近在韓國有什麼好買 有什麼好熱滿的話都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我們由Daiso說起最面那幾包是種子 因為我很好奇在日本、韓國和香港買的種子 有什麼不同 買了一些很大路的 例如蘿蔔、番茄、山菜 1000W一包又不貴我就買了一些回來 然後我覺得最近在Daiso都很熱滿 就是一些Cross Over的化妝品 好像這個它上面寫著Tag 其實它是跟Toku for School聯成的 買了三樣東西 第一個是收容盤 一邊會比較偏灰 一邊會比較偏黃 如果你是不知道自己是用哪一種的陰影 可以這個5000W自己慢慢試 它的色號是02號色 然後下一個就會是Contour Stake 即是都是陰影 它是很Smooth的 但是糟糕 它比我淺淺 哇這次失策了 我買了一支很淺色的Contour 怎麼辦呢 然後第三個就會是一個眉Gel 這個我今天用了 我覺得它的刷頭很小很小 都很容易控制 然後著色度又是沒有Heavy Rotation 那麼厲害那麼染金 但是都很自然做到一個染眉毛 還有定型的效果 然後就是一塊鏡 它是2000W的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 還有我想取締現在家中用的這塊圓影 很多朋友都在投訴 它已經髒到擦不到 它是可以坐桌的 把這個位置卡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Chopper唯一的手信 我買了一件衣服給它 它在冬天的時候就可以穿著睡覺 是一個毛巾質地 挺有趣的 而且也挺舒服的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浪衣架 應該香港也有的 但是那一刻就覺得1000W也很划算 就有兩個是用來浪鞋的 在Daiso就是這麼多了 然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三副鞋物 都不算很多 首先有這頂MFG的帽子 這頂我覺得戴完出來整個氣色很好 而且版型很漂亮 臉馬上變小了 你看看 很大的頭 所以我是挺喜歡這個牌子的帽子 然後同一個牌子 我就買了兩件衣服換季 都是長袖的 第一件就是一個反靈的 白色的質地非常舒服 有點像是絲絨那種 是很簡單的一件衣服 但是我覺得它穿出來有少少短板 收身 袖子又比較長 我是挺喜歡那個感覺 還有另一件就是衛衣 因為我看到它有很多紅色的產品 有長袖 有短袖 短袖那件 我就稍微覺得它跟Spao有點像 我就覺得 它的價錢又不是便宜 我就不想買那件 結果就買了一件長的衛衣 最喜歡它的地方 裡面是沒有毛毛的 是一個比較薄身少少的 就沒有毛的 對了 覺得這隻小熊看起來有質感一點 它始終都比較貴 95,000瓦 希望它的質地摸下去都厚實的 不要那麼容易起毛粒 然後另外也買了一頂毛 很喜歡它這個蝴蝶結 是在街邊 也不算的 那個益善洞的一間小舖 小布貼買的 帶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超喜歡這些漁膚帽 應該看得久都會知道 我很喜歡戴帽子出去 戴帽子去旅行 所以我很喜歡買不同類型的帽子 然後就會是一個袋 來自品牌就是這個 一開始我是看中了它的銀色 但是我就覺得 銀色是不太容易carry到 然後又要搭配衣服 所以最後我也是買了這個 比較米黃色的 就配了它這個鑰匙購 因為這個袋 原價是135,000瓦 然後它的店舖是說 15萬才可以退稅 所以加上一隻公仔 我忘記了是19,000瓦還是15,000瓦 剛剛好 它就當你加一點錢 就可以有這隻公仔 它是那種有點醜 但是看著看著看著有多搞笑的 然後袋子旁邊是有一個 它是兩邊都有的 可以放少許的物品 但是它就不可以放到電話 都是一隻手指的闊度 然後前面有兩個拉鏈的格格 我就試過是放到AirPod 還有位置可以放到多一個潤唇膏 然後裡面很黑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會有一個拉鏈格的 它的容量我覺得都不錯的 我買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放到很多東西 例如一個電話 我是14Pro 放下去完全沒有問題的 是黑洞型的 之後可能一支的類似水瓶 它是200ml的化妝水 放下去完全是沒有問題 很鬆動的 很輕身 還有旁邊這裡是有幾個洞 可以調整個長短 可以做到一個逆下的袋 或者是我現在調長一點就去到腰部 再調長一點 我的身形都還可以做到一個斜背 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之後就是一副的太陽眼鏡 我就在這間叫Blue Elephants買了 都很划算的 50000W 即是200多元的話 300元左右是Gentle Monster的 便宜很多的一個版本 但是我覺得它的服務 就真的沒有Gentle Monster 那麼好 因為Gentle Monster我買的時候 它是會幫我調整耳朵位 這間是沒有的 然後我就買了這一副 它是比較偏向茶色的 然後旁邊的框都比較淺色的 形都不錯 現在臉很細 很開心 還有這一種的顏色 所以我看到它也不貴就買了 這副眼鏡我在聖水洞的分店買到的 裡面還有一個眼鏡布 然後就到一雙鞋了 很多很多很多朋友都推介我去EPT 我都不負眾望買了這一雙 這一雙沒有寫 我印象中是12萬W左右 然後除了外形漂亮之外 就是它的鞋底很舒服 我也有去到Rockfish那裡看 但是那些款式 我就覺得不是太適合我的年紀 那些實在是太年輕了 所以我也是買回來 這個它一邊是有衣紙 一邊是這樣的 兩隻鞋 我覺得容易配襯衣服 我還有一雙在機場買的 因為它減價是4元美金 我就覺得這個彩虹花花那個 是很標準 而且很繽紛很漂亮 順便說完就是我在同一間店 今生是有罵我的 就是一套杯 我真的很喜歡去旅行的時候買杯 我當時是很掙扎的 我都跟我媽媽說 我買回去金山實罵我的 她說家裡沒有位置放 然後我媽媽說了一句很精靜 這麼小的杯子 怎麼會沒有位置放啊家裡 就是她這樣說 我覺得完全很有道理 就買了回來 因為真的不貴 一套4隻都一定是13元美金 很可愛啊 我很喜歡去儲藏這些燒酒杯 就有兩隻是花花 兩隻是紅仔 一個就有一個彩虹的邊邊 一個就是這樣 正式的 之後大部分都是一些美妝 化妝品 有很多很多款不同的面膜 這一期在Thress是很流行 她的黃色版本 我就買了12塊 完全沒有用過 而且其實我覺得她藍色那個 不是我特別喜歡的 但是大家又說很好用啊 要50塊托回來 我就買了她 還有我都沒試過她的綠色 就買了兩塊回來試試看 然後呢 就到另一個 我買不齊啊 我竟然是1那個缺貨 然後我又不想走很多間 不停地找 我最後的數字面膜 就是買了2、3、4、5 那3 我是有用過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朋友說用的時候覺得很刺激 她沒有啊 在我的身上 我覺得用完皮膚是柔滑了 柔軟了 但是也沒有一個很驚為天人的感覺 一我會再儲回來 我很喜歡儲一點的一套 是一個遺憾啊 之後就會有1025的這一款 我是喜歡的 所以是回購的 大家認住如果要買就買這一款的Gel Mask 因為她另外的Paper Mask 那一款我就覺得是沒有特別的 然後就是被Dora 她燒到 我出發前看到她出了個Reals 她就說這個是超級好用 那我就完全不用勞 就跟她買了 買了一盒粉紅色一盒藍色 我都是沒用的 還有也有朋友說 這隻ABIB黑色的版本是好用的 它透明那種我就覺得OK啦 不錯啦 又不是說去到很厲害 我覺得最近的韓國的面膜 除了有一款就是MEDICUEL的粉藍色 是我覺得真的很好用之外 以她的價錢是做到超越效果 其他我還是覺得還好 所以今次我就買了很多不同 希望可以試到喜歡的 因為我實在太喜歡這個面膜 看到她有一個算是升級版 就是這樣亮一點的 看包裝也覺得她又貴一點 又好像很厲害 我就買了來試了 她的保濕效果我覺得是有好過這一款 但是她是那種透明GEL狀 還有分開上下兩部分 使用起來在臉上敷的感覺 我也是喜歡普通的這一款 然後就到CON了 我很想買這個品牌很久了 因為實在太多朋友說好用 然後她的樣子又漂亮 雖然她的價錢是貴一點點的 我計算是約180元一盒 有10片 在這間店都有一個故事可以說的 因為她這一款的CON有分到不同的直徑 由12.4開始到13.9 是有這麼多個的 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是應該帶哪一個直徑 我在明洞那間店買 我就鼓起勇氣 然後就走去拿著兩個不同的直徑 就問她 這個嗎?這個嗎? 我嗎? 可以嗎? 然後店員看著我 幾秒鐘 廣東話? 然後整個人如色仲褲 是呀是呀廣東話 真的有一個懂廣東話的人 在這些情況是幫到手很多 而且她送了這個大CON的夾夾 再加上吸盤 我也覺得是非常之方便的 接著就會是DASIC 這個我不在Olive Yarn買 我去了他們在聖水凍的pop-up store 為了就是這個Keychang 超可愛 因為她最新出了一個深深 好像FWEE的豆泥Pot 她的名字叫做Soufule Color Pot 我買了兩個色號 一個是06 一個是07 裡面就是一打開 有買一支超可愛的掃 下面就是她的豆泥Pot 我都沒碰過 試試試 感覺差不多 我覺得畫出來的話 它顯色度更好 可以看到就算推開了 它也是紅潤感 會強勁一點 然後這個07 是比較偏向士多啤梨紅 如果比較一個NUDE式的這一款 我就覺得她的自然感 還有推開的時候 那種霧感 你會看到那種沒有界線的感覺 它是好一點的 這個是Fruity Lip Jam 很漂亮的 打開的時候 有點像那種唇膜 然後是很亮 很啫喱的 現在手藝有很多東西 我就不試給大家了 總之應該會想像到 那個質地就是塗下去很juicy 很嘟嘟嘴的那種 然後我逛逛逛逛逛 又看到這個Melting Candy Balm 是很像Hourglass的那種 就是枝妝 然後要按出來 然後是縮不回去的那種唇膏 它裡面是不是只有這麼少 因為它透明 我看到那個位置 好像這裡不是唇膏 我不知道 總之我買的時候 這個顏色也挺熱滿 它是3號色 又是牛油溶化的感覺 這個我沒塗過上嘴 也都是再跟大家報告 然後原來 不知道買滿多少錢 還是買滿四件產品 它就送了一個指甲油給我 但其實我腳和手都是唇膏的 顏色很漂亮的 所以這個有沒有朋友有興趣 我看看可能送給大家好不好 而我的目標就是這個很可愛的鎖匙扣 我選了一個珍珠白色 眼影是可以選擇顏色的 我當時是選了紫色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最後會變成粉紅色 但其實什麼顏色都無所謂 我很喜歡它這個時扣 現在很流行的 這類型的 我選擇的 都很漂亮 剩下的東西 全部應該都是橘子紙的 買了一個Tuku4School的 非常熱滿的臥蠶筆 有一個是套裝的 裡面會有一個筆刨 因為這支筆是要刨的 但是很多化妝師 也有很多不同YouTube IG的朋友都說好用 我就試試看 然後另一個是好興趣 就是HINZ的打亮一個棒 其實我自己是用過Chanel那個 差不多這一類型 我是不喜歡 但是作為一個老波藥的人 我覺得總有更好的選擇 它又不貴 是開架價錢 我就打算試試看 摸下去它不會太過油潤 有油感 它是高狀的感覺 但是就沒有之前我用Chanel那種 那麼油潤 之後就買了HolicaHolica的這個單色眼影 它的色號是Softy 最近又是非常熱滿 用來遮眼袋 然後是淚溝的神器 它也蠻飛粉的 因為我試過用這些掃 一滑上去 粉是否看到呢 大家會掉下來的 如果以遮眼袋來說 它會遮到大約七至八成 Mega Forever是可以遮到差不多接近九成 甚至乎很完美的 你會看到它畫出來是白的 因為始終它也是打亮 但是推開它不會太過白 它會膚色一點 530的話 那個highlight出來的效果會再爆一點 你會看到它會再白一點 可以看回價錢 都相差遠 之後你想要的妝效 如果你想遮得完美一點 530是做得更加好的 但是如果你說日常生活 我想眼袋沒有那麼明顯 而且你的眼袋不是很厲害 這個Holica 我都覺得是做得到的 然後Skin Care只有這裏 不多的 我就在一些很熱門的產品裡 選了自己有興趣的 例如Brain Green的這個潤唇膏 我就想一盒有兩個 和媽媽一人一個就剛剛好 它是那種很透明 很啫喱的感覺 希望晚上塗在唇膏口敷 可以令到我的唇紋沒有那麼厲害 然後全世界都說了 這個ILSO的黑頭刮刮 再加上我買不到它的黑頭刮 我也不是太有興趣 所以我反而挺喜歡這個 一二兩個步驟 我的情況就是黑頭粉刺 會白色一粒粒的 扣出來 你推就清得很快 清完是很乾淨的 但是今生作為一個男生 又比較油脂黃性的話 它的黑頭本身已經是很深 很黑 它是清了四分之一左右 其實很多人都用過 我反而沒有用過這個卸妝筋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歡 這些卸妝筋的產品 但是實在太多太多人 跟我說這款是好用 我就好了 今次又試一下 然後是兩支Skolin的霜霜 很多人都說它做妝前打底好用 折出來不會非常挺身 因為是很好推的 是比起普通的霜霜 它會更加像霜霜和霜霜和霜 之間 不過它的滋潤度和保濕度都挺強的 我覺得如果是乾燥的天氣 或者是脫皮的情況要上妝 還用它來打底的話 效果就真的挺不錯的 然後這個 就會是一個膠囊 再加上一個精華 每一格每一套只用一次 這裏就是一個星期的份量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每一天使用 就是一粒 這樣的波波 再加上一個這樣的液體精華 我之前有試過在Mimimimask那裏 用過類似的產品 挺有趣的體驗 它的效果又不是令我好 但是我會很願意 因為那粒波波一遇水就會溶 我覺得很好玩 我就不知道這個會不會和它是差不多的 接著就會是一個洗掃的鉗 它裡面送了一個是否用來裝掃的 好像筷子架那樣的東西 一個直膠的墊用來洗掃的 還有就是它的本體一塊洗掃鉗 我不知道它和平日的肥皈有什麼分別 總之我看到是有貨 我就買了兩個了 這個牌子的髮膜 我自己是有用過它們的髮尾油 因為我在剛剛COVID完之後 去了一次韓國 那時候我有買 我是不喜歡 我是覺得很厚 然後它的潤是停留在頭髮表面 不是真正滋潤頭髮的感覺 但是呢 我實在太多太多人推介 我決定給他多一次機會 我就買了這個髮膜 買了一盒兩個裝的 就送一個髮夾 也挺開心 還有就是有三包的零食 真是最後最後了 這個是最近新出的 叫做糯米魷魚絲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買了好幾包回來 送給朋友 還有就是這個貝果脆片 我自己也是一般的 但是我很多朋友都喜歡吃 就買了回來做手信 也是買了在機場 那個牛油曲奇 是夾心的 那個我都買了三盒回來送給朋友 我自己對於零食的殼球 又不是說非常之大 我就沒有試到了 真的跟大家分享了 今次兩日一夜首爾之旅的 所有戰利品 我覺得今次真的很收斂 我的行李最後回來是13公斤而已 所以是一個覺得開心 然後輕鬆的旅行 不需要托太重的東西回來 但是又買到自己覺得很有興趣 很精選的產品 也都希望你們會喜歡看 如果有些什麼 你覺得去完韓國一定要買 跟我說下次你記住買 今次酒保了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記得喜歡的話 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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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